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下的新高 来到最高点122.5 但是你看它的量能 是上工的量能吗 我们都知道台积电是外资拿来控盘用的 然而在外资自导自演的情况之下 它为什么要把它拉到最高点 外资又为什么要演这一场戏 今天是期货即将要结算的一天 会不会跟上个礼拜 上个月 三月份的时候一样 当外资在期货结算完之后 开始有多翻空 它为什么要拉这一支 来让你觉得大盘好像不错 但是量能却是一个背离的情况 所以你千万千万要去想 究竟外资去演这一场戏是要给谁看的 然而他演这样的一场戏的目的是什么 有很多的危险会在晋级之内陆陆续续的出来 所以川普老师真的希望你可以安全的离开 特别是涨很多的股票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广告 也不是广告 请你上用广告时间的一个电话 不管你现在是有参加过别人的 或者是你现在谁都没有跟的 都欢迎你把电话给拨通 因为川普老师秉持了一个原则叫做什么 就是在三坏零好球的时候 我才要带你进场去挥棒 有没有发觉 上柜是在暴跌哦 即便昨天的这个外资在制导自演 但是我说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理他到底在演什么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日阳 掌停板 我们的TPK 掌停板啊 真的是太开心了 我们这一路以来给你报告的日阳 有没有在昨天的时候公道的掌停板 他是一支 John Paul老师从 二月份 就给你一路报告到现在哦 我并不是他在上涨的时候就给你报告 他在下跌的时候我就不给你讲 不是嘛 你看我的节目这么久 你很清楚John Paul老师 就是在一路的给你讲日日往上扬嘛 那么也包括了3673的TPK嘛 昨天有没有再碰到的掌停板 真的是太棒了 管他外资隐藏了什么样的陷阱 当你买对了个股 当你跟我们是一样 在三坏零好球的时候 尽量去挥棒的话 那个胜率很高啊 你可能会问我说 John Paul老师什么叫做三坏零好球啊 有打过棒球他都知道 当你面对了一个强投的时候 彼此在玩一个心理战啊 到底他这一球会先投好球或者是坏球 打击着他也会玩心理战啊 他装出即将要打击的样子 结果当他投了一个坏球被骗之后 当局势来到三坏球的时候 投手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吗 没有的呢 他只能投好球 所以当这样的局面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胜率就很高 那在股票市场里面有怎么样 叫做这样的局面 当然就是从底部开始起涨 而且有未来有转机的啊 让我们看一下 当时的FTPK 4月9号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给你们讲说 它是继可乘和宏达店之后 请你要注意的个股 它当时的价格在哪里 是不是在一个相对低档的这个地方 而且你知道有多低吗 他是从高点往下坠落了85%之后 才准备要开始起涨 那你说跟着Jumbo老师同步进场 在这里的股票 胜率高不高 我们从这边进场是不是已经 从一个三坏零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开始跟人家在打仗 我们一进场就赢了 你看Jumbo老师的节目这么久 我们的节目有给你报告一大堆的股票吗 没有嘛 我们讲的就是那几档的股票 然而这几档的股票 每一档档档喷出啊 真的是太棒了 4月9号的时候 TPK还有相对的低档可以买哦 当时在平凡的附近开始起涨的时候 Jumbo老师带着我全国的会员进场去做出一个 买进的动作现买现赚一根涨停板 那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然而我说全国会员代表什么 代表我手边任何等级的会员 全部都有这样的一支个股 而且我们手边的会员股票就是三支而已 那你说有没有赚翻天 TPK是五天几乎就是四根涨停板啊 有没有赚翻全国几乎是全地球第一名啊 太棒了 现买现赚一根涨停板之后 我说他还没完啊 4月10号的时候 来帮我拉近一点 这样的一支个股曾经有一点小小的翻黑 当时这个市场上负面的声音很多啊 他们都在批评我说 你们看Jumbo老师带大家去买涨停板的股票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进场的价格是在相对低点啊 我们是现买现赚一根涨停板啊 但是他批评这样子我们也接受嘛 毕竟他当天涨停板隔天有下来 那么有了这些负面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我说我们一点也不在意啊 因为我们说的是都可以上车啊 我们看到的是机会点啊 当别人做的产业的研究不够多的时候 当人家对TBK的认知不够深的时候 Jumbo老师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们知道TBK未来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价格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叫做机会啊 我们知道在这样回档的时候 反而是大家都还可以上车的时候 当他正式发动的时候过程回档 权力扫货啊 我们那一天是权力扫货啊 结果扫完货之后呢 4月11号直奔掌停板 埋满他新竞会员进场去埋满他 隔天送你一根掌停板啊 并且我说这样的标股他还没有完啊 4月11号再度喷上了掌停板的时候 你说我们在三坏零好的时候进场 最棒的是什么 即便他已经两根掌停板 他还是在低档啊 网上的力道和空间还是那么样的强悍 这是Jumbo老师要带给你的股票嘛 这样才叫做在三坏零好球的时候进场嘛 你的胜率真的太高了 所以到了4月14号的时候 有没有再给你喷 差一点点又攻到了掌停板哦 而且四天里面已经几乎三根掌停板的时候 我说天啊 他还是在底部啊 这就是Jumbo老师底部起标的威力啊 你自己看 已经三根掌停板了 他相对的位置还是在这么样的低档啊 所以勒 所以4月15号的时候 有没有再给你喷一根掌停板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 Jumbo老师还不敢重压 如果只是在底部开始起掌的话 大家都还会看嘛 我们要看的是他到底有没有实质的内容 到底Jumbo老师的研究团队 所带回来第一手资料叫做什么 我之前跟我一个学弟 现在在外资圈里面上班的 我们在喝咖啡 我们有聊到TBK的这样一支个股 结果咧 上个礼拜的外资开始狂买啊 即便到了昨天 TBK外资还是狂买啊 你就知道 这样的一支个股 不仅仅是Jumbo老师认同 连外资他也认同 然而从技术面 基本面来看之后 我们还要看什么 看筹码面嘛 统一的一个分店 这不是卖吃的哦 这个是证券商哦 我们都知道在下单的时候 要跟证券商下单嘛 譬如统一证券 原付证券 金顶证券诸如此类的 然而每一个证券商 在每一个 譬如桃源市台北市 都会有很多的分行 然而这只是仅仅的一个分行而已 统一的总共是这一个分行 光光是上个礼拜 TBK就买了2758张 同样的富邦的敦南这个分行 台北市这两个都是台北市的 买了1425张 换算成金额一个是3亿 一个是5.8亿 而且更妙的来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去哪边下单 离家里越近越好 最好是有地缘的关系是最好 然而你看哦 一个在台北市的敦化南路 一个在台北市的东西路 这两个的路程怎么样 在隔壁而已 那你说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团体所为 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所为 到底是谁有办法买到了 几乎9亿的TBK 光光是上个礼拜 别的分店 别的分行 只有买几百张而已 搞不好几百张都不到 一二十张而已 他们买了9亿啊 光光这两个点买了9亿啊 筹码是谁接走了 你知道吗 凭什么TBK五天 四根掌平板 赚翻全国啊 我们所有的会员 在第一个起掌点的时候 进场买满它 隔天下跌 再继续的买满它 全力扫获的时候 接下来的三天 几乎就是三根掌平板 包括了当天 我们进场的时候 现买现赚的掌平板 真的是太棒了 每个人都有赚到 也包括了我把它掀牌给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好朋友们 相信你们也有赚到 太开心了 那么除了 这两个分店就买了9亿之外 我们来看美龄的这个部分 美龄买了3482张 摩根士坦利买了2008张 光光是上个礼拜哦 可见外资也真的是看好 对不对 外资有没有跟着 张博老师的后面在走 有嘛 否则为什么我们进场之后 他开始狂买啊 到底他又看到了什么 然而这样子还不够 TBK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凭什么外资要看好它 我们看看就是这个东西啊 它要从口字贴合转为全贴合 什么叫做口字贴合 相信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做全贴合 就我们老师讲给你听 全贴合就所谓的面板 它里面有很多层黏起来对不对 然后黏起来的过程当中 它会让它变得很厚 那手机就会变得很笨重 这个叫做口字贴合 但是它现在要转为全贴合的时候 它可以让它变得更轻薄 它可以让它整体的架构变得更完整 而且它面板的品质可以再度的提升 所以未来的手机几乎都是要用全贴合的 而且全贴合要跟谁 谁是这个市场上最领先的技术 就是TPK啊 所以在它不好的时候 跌掉了85%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机会点啊 不仅仅是John Paul老师非常的兴奋 我们全国的会员朋友更是兴奋啊 因为要开始赚大钱的机会又来了 然而除了行动电话要用到这样的东西之外 平板电脑也要 全球的行动电话可能各家分真名对不对 不管是三星HTC也包括了苹果 可能都各自雄霸一方嘛 但是就平板电脑的这一块呢 还是苹果的iPad独霸 所以当iPad要开始来的时候 苹果要下单给谁 就是陈宏啊 所以他才有这么样一个大的转机点啊 不仅仅是技术领先全市场 还有全市场最大的市场来找他做合作啊 股价在低档 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 你说你能不兴奋吗 当时如果你有跟上John Paul老师的脚步的话 那该有多好啊 你就可以跟着John Paul老师在 当时还在188的时候 开始进场布局 五天下来赚了 不要说赚了 空间有46块钱出来了 已经飙到哪里了 234块钱了 然而我们一张都没有出啊 如果你看不懂的 如果隔天下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把它卖掉 会不会跟着市场上其他的分析师 一样开始谩骂TPK啊 说追涨停不治啊 结果杀下来 那后面这三根涨停板你怎么说 然而如果你看不懂的 即便这边你没杀好了 隔天再一根涨停板 你会不会赶快跑掉啊 那这两个你不就又没赚到吗 然而如果你在这过程当中 已经被洗出车外的 他飙到更高的话怎么办 而且昨天的Morgan Stanley 还在买接近要700张的TPK啊 你知道吗 所以这样的一支个股 究竟John Paul老师有多么的看好 欢迎你利用广告的时间 把电话给播通 John Paul老师会给你讲一个分明 那么下个阶段 如果你还没有跟上我们的TPK的 John Paul老师有两支股票 要给你报告 希望你要好好的掌握 朋友都问我 为什么要搬到桃园 我都反问 你们看过力保W1的吗 晴天29层 南侃唯一现代地标 中正路2200平 绝版角地 力保建设33年豪宅品牌 南侃交流到一分钟 国门第一都 力保W1 全新落成 03353-0888 智夫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顾 华冠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 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 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智夫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额牌清理窗 专业复合是倒快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 呆勇 嘴去听 先用去听五分钟 我说不管大盘是好或者是不好 不管外资他现在究竟在演一些什么样的戏 选股的功力永远都是最重要的部分 然而当你有办法再三坏 零好球的时候进场 其实胜负就已经出来了不是吗 好比我们上个阶段所提到的TPK 昨天又再度强势的攻上了掌停板 五天几乎就是四根的掌停板 赚翻全国啊 真的是太棒了 并且Jumbo老师把它公开给大家赚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有赚到 我们离富豪 诶 又更进一步了 真是太棒了 然后除了TPK之外 Jumbo老师说什么 有卖有卖 才是赚真钱嘛 有卖再买 赚未来啊 我们当时给你报告的6208的日洋 里面的内容物 Jumbo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自己看就好 毕竟这样的一张字卡 你也已经会背了 你说有没有业绩 有没有题材 然而这样的一支个股 Jumbo老师给你报告多久了 Jumbo老师你从二月份 就一直在讲他了 从他当时还在十一十二块的时候 还没有起涨的时候 你就沿路的在报告 并且当别人涨一波的时候 就叫你赶快把它给卖掉了 但是只有你还是在节目上面说 不要卖啊 即便有下压 你都说目标价还没到啊 往上再喷一波再往下压的时候 这个市场上 有多少的负面声音出来了 结果他喷到这里来了 并且你如果没有跟上 Jumbo老师家族的脚步的话 这边在震荡的时候 你会不会被洗下车 他在涨多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要出 他在下沙的时候 你会不会担心害怕 那你有办法享受到十一块 涨到二十五点二五的这种痛快吗 并且你看节目你很清楚 Jumbo老师是整天每一天 every day在节目上面给你报告啊 没有一天没有讲耶 我们是从头到尾天天都在讲日洋耶 结果他没有涨超过一倍 有没有大家都赚翻天了 太棒了 Jumbo老师就是要让你赚翻天了 这就是我的责任 这就是我的功力 这就是我自我肯定的一个方式嘛 太开心啦 十一十二块 一千万的随便给他压个三百万 涨到了二十五点二五 你赚至少就是三百万至四百万 单单一支股票 而且全国的会员帮Jumbo老师见证 我们手边的股票有几支 只有三支 Jumbo老师不是带你买十几支啊 不是天天给你买过来又卖过去的啊 指禁不出的这种事情 Jumbo老师干不出来啊 因为我说有买有卖才是赚真钱啊 有卖再买赚未来啊 所以我们的日洋 当他开始沿路在狂喷的时候 哇真的是太棒了 整个市场都在想说 哇Jumbo老师你的股票真的好飙啊 为什么你有办法找到这种长波段的股票 沿路沿路再给他往上用狂喷的这个动作啊 真的是太强 一路向北 一路在创下新高 从你报告以来 几乎每天都在往上给他狂喷啊 真的是转到翻过去啊 到了昨天 真的是飞扬到了天上 我们的日洋 又喷长厅 又创新高啊 这就是你来找我的价值嘛 在多头的格局里面 想不想要体验看看我们的讯息 有办法让你赚一杯 广告时间的电话 请你要好好的掌握 那么现在Jumbo老师手边有两档股票 一只叫做品质绿巨人 相信你很清楚 当时Jumbo老师在给你报告的时候 还在相对低档 一百六十几块钱的时候 沿路涨到了278块钱 然而我说他回来了 因为在他沿路飙涨的过程当中喔 我们享受到他往上飙涨的过程 但是Jumbo老师也说嘛 有买有卖才是赚真钱嘛 有卖再买才是赚未来嘛 所以当他来到一个相对高档的这个位置之后 4月15号 品质绿巨人说我回来了 如果你不知道这样的一只个股该在哪里买 该在哪里卖的话 请你跟上Jumbo老师的脚步 你说他的Q1 第一季跟去年来比的话 成长的接近三成 三月份跟上个月来比的话 成长了7.26% 但是跟去年来比的话 又成长了两成 B.O.P.A.到底是做什么了 Jumbo老师之前说过了 他是一只标股 希望你要好好的掌握住 铝箔包最里面的那一层膜 随着国民所得开始提升的时候 这个东西绝对是中国大陆 一个最夯的部分 因为中国大陆13亿的人口 用量是日本1亿多的人口 的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他爆发性的成长 绝对不会在现在就停下来 因为不管怎么样 人民一定要吃东西嘛 B.O.P.A.这种双向拉伸薄膜的东西 可以让食材放得更久 可以让他更保鲜的东西 大家都用得到 而且会越用越多 你说品质绿巨人会就此结束吗 什么地方要上车 什么地方要下车 跟上Jumbo老师的行列 你就会知道了好吗 最后的这支股票 Jumbo老师昨天给你报告了 我说在宏远的台中分公司 买了748张 而且新加坡的瑞银 上个礼拜买了5700张 上个礼拜的美龄 这样的一间公司 买了3447张 几乎就是狂买 然而这样的 一个股票 跌掉了98% 只剩下2%而已 你说他是不是在低档 Jumbo老师要带你重压的股票 是不是在三坏零好的时候 胜率很高的地方进场 而且群艺的金鼎 股庭的这个分行 上个礼拜买了1061张 加上群艺总公司的分行 就买了1742张 谁在买的 而且当外资 跟内资 都在狂买布局的时候 这样的一支股票涨了吗 我称他为人生胜利主 还没有涨代表什么 代表人家在吃货 代表你都还有机会可以上车 这不是太棒了吗 好比当时的绿月 当时的日洋 当时的TBK Jumbo老师请你进场做布局的时候 他都还没有正式的涨啊 结果讲到现在 大家都有TBK 即便是当时他跌下来的时候 人家在骂他的 他也有了呢 没关系啊有钱大家赚嘛 他开心就好 但是我们要带你布局的这种股票 我说4月15号的时候他还没有涨喔 还没有涨代表什么 代表他不好吗 不对喔 这里帮我拉近一点 昨天的新加坡的瑞银 再买了2672张 昨天的美琳再买了2655张 5000张的人生胜利主再买 为什么 都还可以上车啊 这个叫做都还可以上车啊 人家在狂买啊 人家在布局啊 你到底要不要跟上啊 如果你之前TPK错过了 日洋绿月你都错过了 这样的一支人生胜利主 请你千万不要再错过 等一下开盘 就可以跟着Jumbo老师的脚步 我们同步来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好吗 最后 Jumbo老师祝大家 每天都可以赚大钱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对 省水器材轻松省 Check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Do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顾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紧去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围离 加上我们和土地之间的情感 到顶做 让我们的台湾更漂亮 太阳绿金 太阳光电集团震撼上市 创新的农业电厂 年收入可高达五百万 台电购电合约二十加五年 总收入上看一百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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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